林志妍新剧一开播就遭到老公家暴 他奋力爬向提前装有摄像头的地方 但男人抓住他的头发硬生生将其拖进了房间 关上房门后又是一顿暴揍 而楼下的邻居听着震耳欲聋的声音早已习以为常 文讯赶来的安保大叔斥责他为什么不报警 尚恩却让大叔快回去 反正自己现在还活着 大叔见劝说不动只好无奈地离去 尚恩胆怯地回到房间 一抬头又看到男人走了出来 男人责骂老糊涂的大叔多管闲事 并让尚恩赶快清理下地面 他却坐在沙发上像个大爷一样 这时尚恩不小心被玻璃片划伤 又遭到男人一顿臭骂 男人询问他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尚恩却说自己不饿 看到男人怒吼的样子 尚恩说出想吃草莓 没想到男人掏出钞票递了过去 并让他出去自己买 此时男人突然看到电视上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立马露出诡异的笑容 接着他拿起电话拨打过去 对方接通电话对他很是反感 很显然两人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男人还要约对方晚上去夜调 尚恩看了一眼男人便拎着垃圾出了门 他来到超市看了一眼草莓这么贵 最后只买了一个草莓冰淇淋 回到家静静地吃完之后 他又来到卫生间 发现头上的还有被打的血迹 于是他用手机将身上的淤青都拍了下来 并将照片发给一位大姐 询问他这些可以当成家暴的证据吗 大姐告诉他都被打成这样 还能继续再这样过下去吗 原来尚恩早就想离婚了 这次就是想让大姐帮忙找个律师 然而没过多久 他的老公就打电话推他下来 当他下楼时却从身上取下一样东西 来到外面又将手机的录音打开 最后才姗姗来迟地坐进他老公的汽车楼 男人臭骂他太磨叽 刚开出没多久 只因尚恩打了一个喷铁 结果又遭到男人的一脸嫌弃 甚至差点撞上了前面的汽车 这时男人发现了不对劲 对于正常女人来说应该会用手护住肚子 为什么会一把抓住扶手 尚恩也意识到不对连忙松开了手 这时他发现手机上的导航路线不对 明明两人约好去他妈妈家的 男人却让他看到后排的袋子 如果那个袋子里装满五万元的话会有多少钱 等孩子出生后我们也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尚恩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并疑惑地看着他 男人开车带着他穿过一个隧道 当晚尚恩却独自回到了妈妈家 他狼狈不堪地清洗了身上的衣服 洗完澡之后他才回到房间躺在妈妈的身边 第二天一早正要准备离开时 尚恩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此时一个女人正在院里挖着手 突然他受到一阵惊吓 原来一只手露了出来